新冠疫情连环报 金融市5月18号又出现新增确诊者 其中与万华案有关的案 2089女性确诊者 5月上旬几乎每天早上 都到七堵男星市场采买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男星市场从即日起休市到5月30号 她大概是50多岁的女性 那跟万华群聚案的确诊者 有密切的接触 那是在昨天晚上确诊 那我们在昨天晚上 紧急展开相关的一个异调 她是自行骑车到我们的七堵男星市场买菜 那买完菜之后她就直接回家 所以她的一个作息非常的固定 那但是每天早上都在七堵的男星市场 来这个采买 那所以我们也 刚刚也已经请产发处 跟这个区公所紧急通知 男星市场的管理会以及所有的摊商 我们七堵的男星市场 从今天中午12点起 停市到5月30号的临时为止 听到确诊者曾到过市场 摊商觉得很无奈 消费者则既害怕又担忧 以后没地方买蔬菜肉类该怎么办 说明天的东西要出现就要平衡 怎么要进食堂尖 你知道有人有那个确诊者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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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现在听客人说 有听客人说吗 对对对 没方便要怎么办 不说来这里拍发照 没办法吃要怎么办 不过它是说有一个人来这里 有来这里吗 来这里啦 这里要全部吃了三个 另外案2202为海大附中确诊高三生的姐姐 5月17号晚上出现阴转阳的情况 她所服务的火锅店也暂停营业到5月24号 本来在之前采检是为阴性 但是昨天她感觉不舒服 在送医区进行采检 昨天得到的是转成阳性 这个1554的姐姐这一案 我们从昨天晚上紧急的应变 目前共匡列了49人 那她最主要出没的地方是 她的工作场所以及学校 那她姐姐是我们金果学院的学生 她都是在我们迈金路197号一楼 郭仙算算郭的基隆旗舰店 来协助外场的工作 女友舱也公布案1945及1946情侣党的活动足迹 包括校三路豆江店 中二路火锅店及东明路全联等 女友舱呼吁在同一个时间 有去过这些地方的市民朋友 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也提醒餐厅业者鼓励消费民众 多外带少内容 做好防疫工作 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性 记者张气腾金融报道